阿囉哈,我是以薛 今天是我 生活小廢片的第一集 登登 因為前陣子 Tim哥有建議 我說可以 拍一些生活的廢片 因為我的片子都是 自己剪嘛,所以就會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他就建議 我可以常常拍這種很生活的片子 然後來增加 就是固定我的片量這樣 然後這個廢片就是 完全 不加字幕,不剪接 不特效,然後直接就是拍完 直接上傳 所以我剛剛聽到的時候 我就想說真的假的,我不敢 這樣也太,很像謀片 直接上去這樣,他說沒錯 就是直接,就是很真實的一面 真實到我就是 我現在沒有化妝 也直接錄 然後 就來試看看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可以在下面留言 說好,我要看廢片 然後我現在 人在 美國的 然後這邊 因為大家知道 現在疫情,美國也 就是越來越 就是加溫了 所以,像我今天早上 去 家裡附近的一個韓國超市 然後 基本上我一停車的時候 我覺得天哪,人很多 因為今天是禮拜天 然後很難找車位 我覺得我的媽啊 然後一進去超級多人 那個結帳的隊伍是 大概 應該有幾公尺啊 有沒有10公尺 我就嚇到 我從來沒有看到這麼多人 在排隊要結帳 然後很多貨架是真的空了 就是,像是泡麵 他們會貼公告說 你就是限一個人要買幾包 然後還有很多 肉品什麼的 或加上也是空的 我真的 有點嚇到 就是 有種好像世界末日 要來了 然後大家都在 瘋狂的搶物資 那樣的感覺 然後 但是 大家還是沒有在 戴口罩 嗯 就是 比例還是很少 有 懷人居多 然後真的 蠻少的 只是大家 的確有比較重視這個病毒 然後 當然還是建議大家 就是 就不要再出國 只是因為我已經在這裡了 所以 我就是想辦法 嗯 把防疫做好一點 所以我回來現在 一定 趕快洗手 然後 必要 人多的場合 我還是會戴口罩 就不管 其他人有沒有戴 我還是會戴著保險 然後 主要就是 這樣子 我不知道 接下來會怎樣 可是因為這邊其實 呃 比起像紐約啊 舊金山就是 他們很 很常搭 搭這種交通工具 因為其實 嗯 LA這邊 比較多人是 自己開車 所以 比較 生活上比較 少會做 很密集的環境 我覺得相對是安全一點 但是 就還是不能鬆懈 嗯 沒錯 然後接下來就 再來跟大家 報告我的 近況咯 如果大家喜歡這個 廢片的話 趕快留言 跟我講 我接下來就 繼續來 剪我的片子咯 在家裡 剪片人生 嗯 就這樣咯 拜拜 拜拜